欢迎来到科幻与科学的世界 今天我们要来重点讲一讲三体小说中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黑暗森林法则 我认为作为科幻小说的核心创意来说 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已经可以打100分了 真的不夸张,就是满分 我觉得它可以堪比阿希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 但是我要说但是 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来说 那当然就不够强壮了 所以科幻小说的核心创意和科学理论 它其实是两码事 为什么我说它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来说 就不够强壮了呢 这是因为 第一,黑暗森林法则的推导过程中 其实隐含了一个它没有写出来的前提 那就是宇宙中资源的总量 已经显现出不够文明使用的迹象 如果少了这个前提 那后面的推导就不是顺理成章的了 比如说 刘慈欣写黑暗森林法则之前做的那个铺垫 大家还记得吗 也就是两次发生在太空中的黑暗战役 如果我们假设 所有的飞船都带有足够多的资源 那么显然黑暗战役也就不会发生了 对吧 我们其实可以用数学中的反正法来推出 黑暗森林法则与已知的天文观测事实 它其实有矛盾 我们假设黑暗森林法则成立 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什么呢 宇宙中已经有海量的文明 而且已经存在了足够长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继续推出 海量文明对宇宙中的资源 已经使用了足够长的时间 资源对于文明来说是稀缺的 但问题是 这个结论和人类的天文观测事实 它是矛盾的 我们看到的是 宇宙中的资源是极为丰富的 无数的恒星的能量都在白白的流失 假如恒星的能量 能够被高级文明大规模的采集 那么就一定会产生可观测的效益 例如上世纪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戴森 就提出了戴森球效应 他说的就是 恒星的能量 如果被一个文明大量的采集 那么这颗恒星 就会发生很多可观测的现象 虽然我也承认 这个反正过程 也不是十分的强壮 但是至少能够说明 黑暗森林法则的推导过程 并不是非常强健的数理逻辑 第二点 我们再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宇宙社会学 得出的结论 与黑暗森林法则也是部分矛盾的 我们如果把宇宙中的无数文明的生存竞争 看成是一个博弈过程的话 那么了解博弈论的观众 你们不妨可以联想一下 我们地球上的生物竞争中的博弈关系 在生物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进化模型 就是在一个总群中 善于竞争的鹰派和善于合作的鸽派 在生存竞争中哪个更有优势呢 最终剩下的是鹰派还是鸽派呢 最后的结论是 鹰派和鸽派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 剩下的比例它稳定在61比39 并不是0比100或者100比0 那我想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博弈论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 在生物学上的应用 有大量的观测数据做支撑的 所以按照博弈论的观点 在宇宙中恶意文明和善意文明的最终比例 应该稳定在61比39 而黑暗森林法则则认为 宇宙中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隐藏自己清理异己 第三点 以上两条是我自己的观点 另外各种学者对黑暗森林法则 其实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的观点 大致有这么一些 我给你总结一下 有社会学者就认为 生存它不一定是文明的第一需求 可持续的生存才是文明的第一需求 因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会约束自己的扩张 而物理学家林淼老师则认为 刘慈欣的公理二 也就是宇宙中物质的总量保持不变 这个不够坚实 目前的天文观测并没有证实 宇宙中物质的总量是不变的 它很可能是在不断增加中的 也很可能物质的总量是无限的 还有学者认为 猜疑链的观点也未必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越是高等级的文明 也就越容易达成互信 也具备越多的手段来阻断猜疑链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 猜疑链假如是正确的 那么得出的结果 恰恰应该是不要首先攻击对方 因为你怎么知道 对方的实力就一定比你低呢 既然有猜疑链 那么你所得到的信息 很可能是伪装的信息 贸然发动攻击 反而是不明智的策略 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说的是宇宙中的普遍情况 并不考虑 制止全盘了解地球文明的这种前提 还有学者认为 只要是涉及到 有自由意志的文明之间的关系 那么就无法用简单的数学模型 来做描述了 宇宙社会学必须要涉及到意义 这里的意义呢 指的就是心理文化感情等等 这些无法量化的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啊 可以称之为必然 好了 以上我说的这三点呢 就差不多是我对黑暗森林法则的一些认识 还有最后一点 我们退一半步来说 即便黑暗森林法则是正确的 那么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解决费米悖论 因为宇宙中文明数量的巨大 必定会有一定的概率 使得某个文明技术的发展 与宇宙社会学的发展是不同步的 这就好像我们地球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频繁地对太空发射主动呼叫外星文明的电波 而开始意识到宇宙可能很危险 发射电波的行为是愚蠢 却是最近这二十年的事情 这就是我说的不同步 那只要有这个几率的存在 那么我们就还是可能受到别的愚蠢的文明的无限电波 你们说对吗 那以上我说的这些绝不是对大流的吐槽 相反 我本人其实非常喜欢作为科幻核心要素的黑暗森林法则 我对它的喜欢程度 与对机器人三定律的喜欢程度是一样的 但我们都知道真实的人工智能研发并不遵循机器人三定律 科幻毕竟是科幻 我本人也不相信宇宙中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 地球一旦暴露宇宙坐标 马上就会招致黑暗森林的打击 那我更愿意相信 鸽派文明的数量要远远大于鹰派文明的数量 三体的第二部 无论是从故事情节的完整性 戏剧性 还是从思想的深度上 我认为都是整个三体系列中最好的一部 而且这部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还有一个亮点 我觉得那就是张贝海这个人物的塑造 整个三体系列小说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物就是张贝海 当然我想一定也会有人认为是逻辑或者诚心为德 甚至是庄严等等都有可能 但我个人认为张贝海这个形象最具备科幻的特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传统的文学中最成功的人物塑造 一定是让你觉得这个人活了 他就像是你在社会中遇到过的一些人的抽象的综合体 很鲜活 但是科幻文学它不是传统文学 科幻文学的特质 让他天生就具备了超越现实主义的能力 所以在科幻文学中塑造的人物 也可以是脱离现实 但又让你觉得他是合情合理的人物 张贝海就是这样一个超脱于现实 但又让人觉得 人类当中应该会有这样的奇葩角色 总之说到这里 我对自己文学评论的 辞早的贫乏看到有一些恼火 我竟然真的是找不出合适的词汇 来描述我对张贝海这个人物的奇特感受 如果有跟我一样 在整部三体小说中 对张贝海印象最深刻的观众 我希望大家你们可以发个留言或者弹幕 来谈谈您对张贝海的几句话评论 我热切期待着 那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三体二黑暗森林 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次社会学实验 而到了三体三死神永生这部小说中 大刘就试图重新找回大自然的形象 试图使其中的人类重新面对大自然 而不是我们人本身 小说开始的描述 仍然是宇宙社会学层面上的 但社会学的推演 却产生了自然科学的结果 刘慈欣曾经在小说《流浪地球》中 写过这么一句话 这也是他自己非常喜欢 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他说啊 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 突然呢就迎面遇上一堵墙 这墙向上是无限高 向下呢又是无限深 向左无限远 向右也是无限远 那这墙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死亡 我认为这个就是三体的大结局 死神永生的名称由来 在这部小说中 刘慈欣老师采用了他非常喜欢的一种写作手法 这被称之为架空历史体 他的第一部科幻长篇小说 就是《超新星纪元》 其实呢就是采用了这种写法 那什么是架空历史啊 就是用写历史的笔法来写未来 这样的写法能最大程度的让读者感觉到那些遥远未来的事情 就跟真的一样 他在创作手记中说啊 把未来写得像历史一样 那才是最高明的写法 在《三体三》中经常穿插的那个《时间之外》的往事 就是《诚心的回忆录》 就是典型的架空历史手法 这种写作手法的最重要代表作呢 是日本小说家田中方述的《银河英雄传说》 那我和大刘老师都一样啊 收拾银河英雄传说的铁粉啊 那这部小说呢 在我看来是一部奇书啊 不仅仅是在日本的幻想小说历史上 也是在整个日本文学史上 那都是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 《死神永生》是最具科幻色彩的一部啊 更准确的说呢 是最具科幻迷色彩的一部 它是古典理念上的科幻 是技术内核的科幻 是王敬康老师所定义的那种核心科幻 也是原教族主义科幻 一句话 它是我们科幻迷偏激定义的那种科幻小说 因此呢 尽管这部小说也有许多非科学类的话题可以谈 但是我今天呢 却只想跟大家谈 《死神永生》中的科学话 好 我沿着小说情节的进程一个一个的来说 首先呢 我想来说一下引力波天线 逻辑发现了黑暗森林法则后 地球世界和三体世界就建立起了恐怖的威慑平衡 而建立威慑平衡的技术手段 则是引力波发射器 《死神永生》是2010年出版的 当时知道引力波这个词的人呢 可能我估计还不到现在的1% 因为2016年美国的来狗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引力波的新闻啊 1865年麦克斯韦的电磁方程组中被预言存在的 但是电磁波呢仅仅只是过去了20多年就被赫兹在实验室中证实了 那为什么电磁波只需要20多年 而引力波则需要100年呢 而且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啊 在这100年中还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 原因就在于 引力波实在是太太太微弱了 它与电磁波实在是不好比 那引力波为什么这么微弱呢 第一是因为引力本身就比电磁力弱很多 引力常数非常非常的小 第二呢 是因为根据广义相对论的公式 引力波的辐射功率 它与距离的五次方程反比 而电磁波呢 是与距离的平方程反比的 所以啊 随着距离的增大 引力波衰减的要比电磁波迅速的多啊 那怎样才能产生引力波呢 从理论上来说 引力波的产生是因为非对称的运动造成了四极距随时间变化 那么这个四极距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术语 它很专业啊 大家可能听不懂 那如果我用一种比较笼统和通俗的说法来说就是啊 只要一个系统它在运动的时候 它的轮廓发生变化了 那么就能够产生引力波 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啊 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杯子啊 它如果旋转起来 这样子旋转起来 你会发现 它的整个轮廓其实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还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这种运动呢 就不会产生引力波 但是如果这个杯子它是翻跟头运动啊 它是这样子运动的啊 那么大家会看到它的轮廓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样一来 从理论上来说呢 就会产生引力波 好 这个电磁波呢 可以携带能量 引力波啊 也会携带能量 从理论上来说 地球绕着太阳公转 它也会产生引力波 只是呢 这个引力波极其的微弱 如果我们换算成能耗的话 它只有200瓦 就相当于一台洗衣机的功率 那引力波会产生什么样的可观测效应呢 我来打个形象的比喻 引力波啊 就是有质量的物体 对整个时空曲率所产生的扰动 而这种扰动 就像是时空中产生的涟漪 像水波一样 在整个时空中传递出去 具体来说呢 就是当引力波通过的时候 空间会发生周期性的扭曲 也就是说 物体与物体之间的距离 会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注意 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 任何物体本身的抖动造成的 而是整个空间发生了形变产生的 那我们的LIGO引力波探测器 实际上就是利用激光 来检测这种微小的空间位移 2016年2月 我们宣布发现的那次引力波事件 它引起的空间位移 仅仅只有10的-18次方米 这相当于一个原子直径的一亿分之一 这个是不是小得很夸张 那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引力波这么微弱 它相比电磁波有些什么优势呢 为什么微色平衡要用引力波填线 而不是用大功率的电磁波填线来做呢 是这样 电磁波虽然相比引力波来说 它的功率要强很多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很容易被吸收和遮挡 大家知道光就是一种电磁波 比如说一束光打到这个杯子上 大家会看到 有些光被反射掉了 那么看起来就是亮的 而有些光则会被吸收 所以看起来就是黑色的 那么这个物体的吸收率越高 就看起来越黑 宇宙空间中有很多星际分子云 而这些分子云 它很容易被电磁波给吸收掉 但是引力波就不可能被吸收掉 因为它引起的效应 是整个时空的扭曲 不仅空间被扭曲了 连时间都会被扭曲 因此引力波的穿透性极强 或许也只有黑洞 能够阻挡住引力波的脚步了 另外 我们的宇宙在大爆炸发生后的 38万年之内 因为密度极高 所以任何电磁波都无法穿透出来 这就好像有一堵墙 挡在了我们与38万年前的宇宙之间 那要想看到这堵墙后面的宇宙 人类目前唯一已知的方法 就是通过引力波来观测 在三体小说中 引力波天线的原理 就是制造一根很细很细 但是质量很大的弦 然后通过振动这根弦 来产生携带信息的引力波 这个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大流在小说中描写的 制造这根弦的物质是减并态物质 那这的确是密度极高的一种物质 但是这种物质的密度 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按照大流在小说中描写的 那种几纳米的直径 那么由减并态物质构成的这根弦 每米的质量还不到一克 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要实现三体中的引力波天线 它非得用中子性物质 制造出头发丝粗细的弦 那差不多就够了 那引力波的发现有什么意义呢 对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天文观测的角度来说 引力波的发现就好像是我们人类 又进化出了一双崭新的眼睛一样 在未来这双新的眼睛 必定会看到前所未有的宇宙奇景 在人类揭开宇宙奥秘的历史中 望远镜的发明 电磁波的发现 还有引力波的发现 这就好像三级台阶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技术应用的角度来说 我无法准确说出 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 但是呢 它足以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想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当年的麦克斯韦和赫兹 能不能想到今天的电磁波 在世界中的应用呢 它们能从电磁波的发现 想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吗 想到今天的GPS卫星和导航吗 同样 我们也完全无法想象 几百年以后 引力波会催生出什么样的应用 如果未来的技术 能够让人类直接操作原子 来组成一个个的元器件 那么我想这些元器件的灵敏度 就有可能检测到 极其微弱的引力波 那一定是我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一种神奇技术 这就好像赫兹做梦也想象不到 我们现在一个手机 就能完成如此复杂的 电磁波接收发射编码解码等等工作 而且还可以同时处理N多个频率 对一百多年前的人而言 这样的技术也无异于天方夜谈 可是我们现在看来呢 却是非常平常的技术了 引力波所能引发的技术遐想实在是太广阔了 人类在理论上每往前走上一个小小的台阶 留给技术发展的空间都会呈现几何技术的放大 虽然我们在基础理论上的突破 说要花费的时间可能是越来越长 但是技术发展的空间也会是越来越大 人类的科学呈现出来的图景 目前看来准确的说呢 是技术向爆炸 理论向砖探 但是我相信这两者都不会停滞 好 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里 下期节目啊 我们继续来谈三体中的未来科技 休息会儿 开会报纸 开会报纸